香港上空明早會出現日環食 歷時大約三分鐘 天文台就預測明早天氣好轉 有機會看到日環食 星期一日出的時候 日食已經開始 最重要的環食大約由6.06分至6.10分 日食期間 地球、月球和太陽成一直線 由於月球不能夠完全遮住太陽 見到的太陽會變成環狀 香港上一次出現日環食是1958年 太空館說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 就要等三百多年到二、三、二零年才見到 其實日食不是一個很罕有的現象 起碼每年都會發生一、兩次的 但是因為日環食或日傳食 日食的地帶非常狹窄 大概只有幾十公里闊左右 所以同一個地方要看到 兩次日食的機會就比較少 突然下來 有天文組織說不用去到郊區 一樣可以看到日環食 其實只要選擇對的位置 一樣在市區都可以看到 我們今次都會留意到 尖沙咀文化中心海旁一帶 中環碼頭一帶 恆花村、小西灣 這些是沿海的地區 又看到東北偏東 不是太多山遮擋的話 基本上也沒問題 看日食的時候 記住不要用肉眼看 就算是看太陽的倒影 或者是戴著太陽眼鏡來看 都不行 一定要用這些太陽濾光片來看 才為之正確 太空館明早會在星光大道 舉行公眾觀測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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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